在这个视频中我会告诉你如何创建你的电子档案 让我们先上传一张图片开始 在菜单栏上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内容的标签 点击它然后里面有个标签的文件夹 找到存放照片的文件夹并点击将其打开 然后拖动放到此处到该文件夹 等待文件上传 需要注意你没有太多的空间 所以选择上传小容量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去编辑电子档案的页面 点击档案然后选择页面 点击你想打开的页面 点击编辑按钮 如果我想添加一张图片 点击媒体然后选择图片 拖动到我的网页 现在我可以给这个图片 加一个标题 接下来在存放图片的文件夹找到该图片 并点击里面的选择按钮 最后记得点击保存按钮 现在我们添加一些文字在这个页面 点击文本框 拖动到页面 我们现在可以给这个文本框 里面加一些内容 当我完成后 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如果需要左右移动这些窗口 可以将它们拖到页面中的新的位置 这样在电脑上是非常好操作的 但是如果在平板或者是能手机上 操作起来将有点麻烦 当我完成这个界面之后 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在提交电子档案并上传到UAMoodle之前 我们应该给它做一个副本 因为在提交这个电子档案之后 我们将不能再编辑 点击复制页面 选择需要复制的页面 然后点击复制页面 并且保存 当我回到我的全部电子档案的页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副本的创建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 如何将电子档案页面到上传到UAMoodle上 在UAMoodle的课程中 有一个提交电子档案的选项 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单击添加提交 点击编辑提交 我将我的电子档案提交到这里 reflection tool里面 记得保存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提交我的电子档案的页面 片子档案再次 感谢 坂对